赤民分队酷比修 力量6 敏捷2 魔法2 其专属武器为魔血连 说实话这件武器倒是非常的亲民啊 因为它并不是这样的镰刀 而是农民伯伯用来割草的那种啊 看来酷比修在加入优民军团之前 还是个农民嘛 俺也一样 开个玩笑哈 这玩意儿呢在设定当中 其实是银河监狱长的刑具 曾经还用它执行过数十万次的刑罚 据说持刀的人呢 就可以以此往返阴阳两界啊 怎么感觉武器的资料设定跟编剧不是一拨人呢 明明是这么高大上的玩意儿 在剧情里面实际表现那是相当的糟糕啊 当一千多年前 陆法他们这拨人降临了地球之后 追击而来的凯甲小队 就是与他们展开了战斗 而在这里登场的酷比修 便是对上了上一代的金刚铠甲 并且在随后的战斗过程当中 轻而易举的就被对面的这位 使用金刚拳给一拳带走了呀 而在时间辗转过去了上千年之后 当第一位登场的巴格比 被凯甲小队给封印了之后 临时占据了巴豆身体的路法 便是招出了酷比修 而这位跟贪财的巴约比不同 性格暴躁的他竟然是开始到处纵火了 说起来酷比修的这副长相呢 也着实是太可怕了 感觉就像是几个不同的怪兽 平凑起来的一样 尤其是这半边的脑袋啊 也不知道他另外的一个角 是被谁给砍掉了吧 竟然是直接就覆盖上了装甲就算了 未来江奎的设计灵感 应该也就是来源于此吧 而在他展开了破坏之后没多久 接到消息的小刚便是率先一步赶了过来 并且是利用金刚拳 轻而易举的就压制住了酷比修 连个新手也打不过 酷比修你也太菜了吧 不过由于小飞跑出来搅合的缘故 因此当飞隐铠甲攻击到了金刚铠甲之后 酷比修当即就是趁乱逃离了这里 说实话 当初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我对小飞的讨厌之情 丝毫是不亚于肥鸟啊 好好打怪这不行嘛 何必要搞内讧呢 随后逃跑之后没多久的酷比修 便是再次的出来纵火了 并且是再一次的遇上了 独自一人的金刚铠甲 虽然此时的酷比修是召唤出了 自己的专属武器 但是在面对重心铠甲金刚的时候 这个小小的镰刀滑在上面 都根本不破防啊 反倒是金刚铠甲在领悟到冷力 随面动之后 便是手持暴雷钻 将酷比修给打了是节节败退了 虽然中途酷比修是想要利用 到处放火吸引到金刚铠甲的注意 从而是给自己找到逃跑的机会啊 但是奈何人家金刚的爆雷炮 不仅是威力十足 同时在精准性方面也是非常的优秀 酷比修的火球根本就还没到地方 就被金刚铠甲给摧毁了呀 如此一来的话 底派用尽的酷比修 也就只能老老实实的 被金刚铠甲给拖进了封印空间当中 在硬扛了罗汉碎魔拳 魂元钻法 以及最后一招金刚混沌波之后 酷比修便是被第二次的封印了起来 而当陆法彻底占据了巴豆的身体 复活过来之后 酷比修也就随着幽冥大军一起被复活了过来 虽然说是大军 但也就只有这么几个罢了 而复活过来的酷比修 在接收到了抢夺铠甲召唤器的指令之后 便是跟随巴约比一起 对上了金刚跟行天铠甲 虽然是根本打不过对面的这两位啊 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 也仅仅就是拖延时间罢了 当酷粉丝抢到了小飞身上的 飞影召唤器之后 被打得节节败退的酷比修 便是喷出了火焰 在掀起了一大团的烟尘的同时 也是带着巴约比一起逃离了 这个危险的地区啊 但是当酷比修在随后遇到了 爆裂金刚的时候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他就再也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在被爆裂金刚狠狠的教训了一番之后 酷比修就被对方用雷刚爆锤 第三次的封印了起来呀 发现没 酷比修每一次都是被金刚铠甲封印的呀